在台中在昨天新增33例本土确诊个案 其中一名32岁女子 她在20号出现症状后连续5天 天天到传统市场还有连锁超市购物 加上近期不少新增的确诊 都有在传统或黄昏市场的足迹 让这些场所成为了高风险区域 就有民众自创分流法 根据门牌和楼层自主分流外出采买 指挥中心也建议可以善用Google Map的 即时人流查询功能 避免人潮群聚 环保局人员开着消毒车 来到太平中山市场进行清销 沿路喷洒消毒水 因为台中一名确诊个案连续5天 天天都来逛菜市场 足迹甚至走过两间连锁超市和东区黄昏市场 摊贩和卖菜民众明显少了一半以上 大概都少到9层左右 飞营疫情持续延烧 近期新增许多确诊案例 都有在传统市场黄昏市场的足迹或接触史 让这些场所成了高风险区域 市场里面这样的一个聚集 也有它的一个风险 在做人流管制的时候要确实 以台中市来说 目前公有私有及黄昏市场超过70家 市府规定戴口罩实联制管控人流 还会每天进行稽查 同时已申请安心上工计划 6月可增加大约60名人力协助市场加上防疫 而民众这边指挥中心副指挥官 陈宗燕就建议 可善用Google地图观察市场和卖场人流 别集中在同一天出门或去市场 用民众自创分流法根据门牌楼层自主分流 避免群聚 但部分民众看法不太可行 另外张华县29号新增两例确诊 县府也公布确诊者足迹 范围从南投塔塔山到屏东方山 及其民众同时段有前往 务必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 介先生梁志祥台中 唱歌